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说秦可卿不安分 他不该在藏匿期间跟假真言乱 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秉月貌的措辞 月貌当然是花容月貌的意思 就是说秦可卿他非常之美丽 但是我上几章已经告诉你了 在《红楼梦》的文本里 月遇太子 因此这样措辞 我以为也是在点名秦可卿跟月亮的亲缘关系 下面的句子跟那叛词一样 也说到秦可卿跟贾家败落的关系 秦求颓堕皆从尽 家世消亡守罪宁 秀涅总阴晴 家世消亡守罪宁 跟造叛开端实在宁 意思一样 好懂 这不好懂的是 积求颓堕皆从尽 积求就是指家族的正经事 积求颓堕就是家族的正经事 因为不去负责都乱套了 颠倒了 但是这怎么能说是贾静的问题呢 有的红迷朋友就跟我讨论 说贾静跟秦可卿有什么关系啊 他根本就不在宁国府里待着 他跑到都城外的道观里 跟道士胡产 练丹 打算升天当神仙 怎么这支说秦可卿的曲子里 竟会责备起他来了呢 应该说 积求颓堕皆从真才是人 贾真一味享乐 把宁国府都翻了过来 也没人敢管他 他又跟秦可卿乱来 他有责任吗 怎么会这里不去说他 反倒去说贾静呢 曹雪芹在关于秦可卿的这支曲里 他就是要透露这样的信息 就是要告诉我们 对宁国府藏匿秦可卿 这桩关系到家族命运的大事 贾静竟然采取了逃避的态度 他居然就不负责任 如果他负责任的话 他留在府里 对贾真起到抑制作用 也许事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乱乎 交大也就不至于骂出 内养一些丑事来 但是他逃避了 任凭积求颓堕不闻不问 他连府里给他过生日都坚决不回来 他对宁国府后来的亲父 富有头等罪责 这个贾静应该也是有生活原型的 最初接收那个秦可卿原型的时候 他的父亲也就是书里贾代化的原型 还活着 跟贾代善贾母的原型 他们共同决策 决定由宁国府的原型 来藏匿秦可卿的原型 做出这一决策的根本原因 秀孽总殷勤 就是他们跟现实生活中的费太子 关系实在太铁了 太有感情了 也就顾不得是否 最后会导致作孽的后果 是否会葬送了百年望族的前程 当然 他们也是投机 这件事做稳妥了 一旦费太子或者费太子死后 当着李亲王的红夕 能够翻过身来当上皇上 他们家族所能得到的好处 那就怎么往高了 估计也不过分了 在真实的生活里 贾静的原型 那时候他就不同意 藏匿秦可卿的原型 但长辈做了主 他也无法阻拦 后来贾代化贾代善的原型 相继死去后 他就公开撂挑子了 他就逃避了 他把爵位让给贾真的原型习了 把族长也让给贾真的原型当了 他的态度就是今后府里的事 跟我都没关系了 从生活原型 原型人物 原型空间 原型事件 到小说里的人物 府地故事 应该就是这样的一种 对应关系 关于秦可卿的这支曲 曲名叫好事中 现在那含义很清楚了 本来藏匿秦可卿 是一桩好事 对于秦可卿本人来说 他可以不必跟父母及其他家人 过被囚禁的生活 而且一旦他的家族在权力斗争中获胜 他就可以亮出真实的公主身份 而藏匿他的假家 如果他的背景家族也就是月亮 天上一轮才捧出 人间万幸仰头看 终于成事了 那么就相当于立了大功 荣华富贵就一定会升级 这当然是大大的好事 但是最终却是月派的失败 而且还没等到最后失败 就先要让秦可卿牺牲 好事没成 好事终结了 所以关于秦可卿的曲子叫 好事终 高厄叙述 在前面他也保留了 关于秦可卿的叛词和好事终取 那里明白地写着守罪宁 他往下叙述 到最后当然也只好把宁国府的罪 写得好像是比较大 根据他的写法 皇帝整治宁国府比较彻底 贾家严世泽 只宽恕了荣国府 但是高厄最后给宁国府 归纳的罪状是什么呢 你现在看看去 很滑稽的 大体上一个就是逼娶良家妇女 就是说尤二姐的事 但这个尤二姐是谁娶了她呢 是贾真吗 就算贾真在当中起了不好的作用 罪名首先也应该是贾脸呢 贾脸他国丧 家丧都不顾 违反封建礼法 娶了尤二姐 而且还造成尤二姐 跟他原来订婚的丈夫的分开 造成了一些其他后果 这是荣国府的事 高厄 他却为了把宁国府写的罪大恶极 就列出这么一条罪状 还有一条 更可笑 有关尤三姐 高厄的文字大体就是说 这个人死了以后 宁国府没有报官 私自掩埋了 可这才算多大的罪呀 在封建社会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罪 然后他就把贾真写的 最后被治得很惨 他想不出别的办法 因为什么 也许是他没有搞清楚 前面关于秦可卿的描写 是怎么回事吧 其实也许是他太清楚了 他要回避 他要掩盖 所以他这么写 实际上在八十回以后 根据曹雪芹本人的构思 贾府的殨灭 造判开端实在宁 家世消亡 守罪宁 应该主要是宁国府惹出大祸 那造判 守罪是什么 应该就是后来当今 重提宁国府 居然收养了皇族最佳女儿的事情 本来这件事已经通过秦可卿自尽 体面的解决了 但三春去后 当今改变了态度 新账旧账一起算 那么藏匿秦可卿这件事 当然就是弥天大罪 贾家就没有活头了 这时不但宁国府罪不可赦 荣国府也脱不了干系 于是 呼啦啦式的大煞清 昏残残式的登将尽 家亡人散 各奔腾 那么我说到这儿 先做一个结论 再针对可能对我提出的质问 做出一点解答 我的结论就是 曹雪芹所写的秦可卿这个角色 是有生活原型的 这个角色的生活原型 就是康熙朝 两立两废的太子 他所生下的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应该是 是在他第二次被废的关键时刻落生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为了避免这个女儿也跟他一起被圈禁起来 就偷运出宫 脱曹家照应 而现实生活当中的曹家 当时就收留了这个女儿 把她隐藏起来 一直养大到可以对外说是家里的一个媳妇 在曹雪芹写《红楼梦》的时候 这个生活原型使他不能够回避 他觉得应该写下来 于是就塑造了一个秦可卿的形象 盖而言之 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废太子 印仁的女儿 废太子的长子 红夕的妹妹 如果废太子能摆脱厄运 当上皇帝 她就是一个公主 如果红夕登上皇位 红夕就会把已故的父亲尊为先皇 那样算来 秦可卿原型的身份 依然可以说是一个公主 秦可卿原型的公主及身份 是许多《红楼梦》的读者没有想到的 我这个结论出来以后 一定会有人提出质疑 头一个问题就是 在康熙时期 太子印仁被废圈禁后 受到严格的看管 在那样情况下 把一个婴儿偷运出宫 难道是可能的吗 历史上难道存在过 类似的事实吗 有的人不清楚 清朝那时候的情况 因为太子被废被圈禁 只是把他一个人 带到一处地方关起来 不是那样的 废太子被圈禁 是整窝的被圈禁 他当太子的时候 住在玉庆宫 被废被圈禁后 有个移工的过程 以往紫金城一角的 咸安宫去 而且也不是光转移他一个人 他除了正妻以外 还有许多小老婆 有大大小小一群儿女 还有伺候他和他妻妾儿女的 一大堆男女仆人 因此那转移是个浩大的系统工程 就算康熙动了气 下了很严厉的命令 要求转移的过程中 不许有疏漏 那也难免出现一些混乱 一些漏洞 何况太子一废以后 没多久 康熙又后悔了 太子又复位了 那么一废的时候 对太子不好的人 在太子复位后 肯定会被打击报复 因此 二废的照领下来时 执行移工的人员里 就一定会有人觉得 不能太生硬了 谁知道康熙他过些时候 会不会又平了气 再让太子复位呢 在那样的过程里 发生一些逃逸的事情 看守者执法不严的事情 都是可能的 更何况贪图钱财 贿赂到手 管你什么枉法不枉法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事自古有之 人性的黑暗面 加上还可能有的人性中的 同情心 怜悯心 不忍之心 在那种复杂的事态中 有人以复杂的心态 做出越轨的事 实在不是什么 难以理解的事情 就是把废太子一家都转移完了 太子一家全都被安顿到 咸安宫里软禁起来了 看守的制度也完善了 那也依然难保 没有空子可钻 因为康熙有指示 对废太子 以及他那一大家子 生活待遇上 还要保持原来的水平 叫做风起衣食 那么天天往里头送生活用品 往外运废物垃圾 应该还是川流不息的状态 清朝史料里 还有夏天往 咸安宫里送运冰块 给太子他们消暑的记载 废太子和他的家人 刚迁到咸安宫里 气焰不会太高 却也难免还会习惯性的 移植气室 还有一些余威 看守他们的人员 有的一开始 也肯定让他们三分 因为那时候谁也说不清楚 以后究竟会怎么样 既然一费不久 康熙就后悔过 腌制二费后 会不会三例呢 当时的情况 可以说是很怪异 很微妙的 根据史料 太子被二费后 他是一直不死心的 他曾利用太医院太医 去给他的福建 就是大老婆 看病的机会 买通那个太医 让他带出一封密信去 密信是用反水写的 表面上是张白纸 但是拿到火上去 一烘焙 字就献出来了 太医把密信 递到了废太子指定的人手里 那人也没拒绝接收 这封密信的内容 是废太子指示 那个接收密信的大官 设法在见到康熙皇帝的时候 为他说好话 当时西北又有不足叛乱 废太子让帮他说话的人 向康熙保举他 担任征熙大将军 以戴罪立功 实际上也就是图谋 重新回到太子的位置上去 没想到反水写密信 私递出贤安宫的事 很快被人告发了 康熙严厉地处置了相关人 对废太子倒没再怎么样 只不过不去理他就是了 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 废太子他不甘心 他也还是有余威的 有的人就帮他传递密信 有的人就帮他说话 根据查出的这些史料 我形成了一个思路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 废太子身边的一个女人 如果恰恰在他被二废的 关键时刻产下了一个婴儿 他们不愿意让这个可怜的孩子 一落生就陷于被圈禁的处境 于是趁着混乱 买通勘手将其偷运出宫 送往曹家藏匿 这种事情是有可能的 但是抽象推论是不能说服人的 那么我不跟你进行抽象推论 我要告诉你 从清朝所留下的档案里面 可以找到根据 证明在那样的情况下 是有人曾经逃逸出来的 这些材料 甚至在雍正朝和乾隆朝他们 反复清理遗留档案的时候 都没有被删去 例如根据清圣主实录 第268卷的记载 在太子第二次被废的钱后 从太子被圈禁的贤安宫里面 就逃出过一个人 不过不是一个诱饵 是一个成人 这个人有名有姓 当然是满族人 叫德林 这个人他没想到 自己的主子又被废了 又要从玉庆宫移到贤安宫 而且移到贤安宫以后 就要跟主子一起被圈禁 这一圈禁就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获得自由了 他就决定逃走 他采取了一个什么办法呢 炸死 他装死 想办法通知外面看守的人 说死人了 要运死尸 所以就把他当作死尸抬出去了 这可不是假设 不是推理 这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事情 这个德林炸死逃出以后 还有人收留他 你不要总是问 逃出皇帝下命令的圈禁 已经是死罪了 难道会有人敢于收留他吗 那不也是死罪吗 依我看 任何时代 任何情况下 总会有人冒死做一些违法的事 那个收留德林的是一个大学士 叫松柱 他就收留了德林 后来康熙亲自处理这个案子 德林被处死 松柱也被整治 康熙就指出 虽然太子被废了 但是像松柱这种人 还是要讨好废太子的事 就是总怕废太子再成为太子 最后还要登基成为皇帝 现在我们虽然还没有找到 任何关于太子的女儿偷运出来 被曹家藏匿的史料 但我们可以不必再问 那是可能的吗 因为其可能性应该大于德林的逃逸 和被收留藏匿 德林是一个成人 诈死以后装作死尸也很大 尚且都可以偷运出来 何况刚刚诞生的婴儿 德林不过是废太子身边的仆役 尚且有大学士松柱 觉得其祸可居 可以作为将来向正位的印人 邀功的本钱 愿意将其收留藏匿 那么收留藏匿 印人的一个女儿 对于曹家来说 难道不是能获取更大利益的政治投资吗 何况秀孽总殷勤 他们之间不光有共同的政治利益 交往久了 也确实有了感情 说到这儿 可能有人会说 我还是有点不服气 我知道清朝当时有宗人府啊 什么叫宗人府 就是皇室的每一个成员 每一个皇族血脉的孩子 从婴儿就要开始登记的 宗人府是管这个的 这些事要严格登记 不能说你生一个孩子 就让人家抱养了 隐瞒起来 这查出来以后可是死罪 但还是上面那句话 在任何时代 都会有个别人 冒死去做一些违禁的事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景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